女孩真的后悔死了 她一时兴起答应了与网友奔鞋 可没想到来的竟是个猥琐大叔 刚见面就要欲行不轨 女孩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大叔吓了迷药 而等其再次醒来 女孩已经失去了真结 她那叫一个恨了 但偏偏大叔还拍摄了现场视频 自己又不敢跑去报警 只能躲在家里暗自生气 可就在她绝望之际 突然发现了一种牙套游戏 只要在游戏时双方都戴上了牙套 那么不管玩了什么游戏 失败者都会变成胜利者的敌 而且在之后的日子里 奴隶对于胜利者的任何命运 都会无条件地服从 这让女孩再次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于是她穿着最好看的衣服 再次找上了猥琐大叔 直言要和她赌一把弹珠游戏 而且怕大叔不和她赌 她更是用自己作为了赌注 大叔瞬间便被赌注吸引 不过因担心这是女孩的陷阱 她谨慎地询问了自己的惩罚 而女孩却说如果大叔输了 只要给她500元就行 大叔听后可高兴坏了 这么玩自己怎么都不亏啊 于是立马同意了赌局 而女孩见大叔已经上榜 便掏出了那种游戏的专用牙套 告诉大叔这能提升多巴胺的分泌 并且为了打消她的疑虑 女孩更是张开了自己的嘴 让大叔看到她也佩戴了牙套 果然大叔就此放下了戒备 直接将牙套塞进了口中 便开始了弹珠游戏 而大叔不愧是多年的死为者 弹珠游戏玩的贼6 不一会就通过多次三连 赢下了三箱的弹珠 反观女孩却一次三连都没用 眼看着游戏时间即将截止 女孩才不慌不忙地通知了服务员 让其送来了自己的12箱弹珠 原来女孩在邀请游戏时 只说了结束的时间 并没有明确开始的时间 所以理论上 可以将自己之前赢下的弹珠 算到本次比赛中来 这下大叔才发觉自己上当了 当即就要用暴力征服女孩 不料女孩只是低喝了一声跪下 大叔便不受控制地跪倒在地 看来胜负一分 大叔变成了女孩的奴隶 女孩当即命令他自己抽自己 并且没有指令不许停止 就这样 大叔连续不断地抽打自己 直至鼻青脸肿鲜血之流 他将用自己的拳头 持续治愈着女孩受到的伤害